观众朋友们 欢迎来Focus全球新闻 首先是大家高关注的打疫苗这件事 台湾还有一些民众在苦等第一剂 而美国政府已经宣布将从9月20号开始 已经接种完辉瑞莫德纳 第二剂打完超过8个月的民众 就要追加第三剂疫苗 而原来单剂打交生的民众 会等更多数据出炉之后才宣布 他们是不是可以追加一剂 美国的疾病管制局所掌握的数据显示 辉瑞跟莫德纳疫苗的保护力 一定会随着时间减弱 那么以色列第三剂辉瑞的注射报告出炉了 60岁以上的人打第三剂辉瑞之后 保护力高达86% 不过世界卫生组织还是反对 因为以全球的疫苗来说 很多穷国现在是打一剂都非常非常难 那么世卫的观点是 强国复国开打第三剂 会深化全世界疫苗注射不平均 追加第三剂疫苗终于获得美国官方点头 总统拜登18号宣布 从9月20号起 已经接种完两剂辉瑞或莫德纳的民众 能够施打追加剂 条件是与第二剂要间隔八个月时间 至于施打单剂交生疫苗者也可能需要补强 但官方需要更多数据出炉 才会正式发布建议 由美国CDC主任瓦伦斯基 总统首席医学顾问佛西博士 等多位高级官员发布联合声明 提供追加剂的关键 是有数据显示 美国目前批准的疫苗保护力 在接种后几个月开始减弱 但追加剂效果真的好吗 上个月为了因应Delta变种病毒 针对50岁以上民众和医护人员 施打第三剂辉瑞的以色列 最新报告出炉 由非盈利组织公布的数据显示 60岁以上民众施打第三剂的保护力 达86% 分析认为民众在施打前 必须理解追加剂与首轮接种有何不同 不是之前打的疫苗没有效用 而是人类的免疫系统 在一段时间之后需要疫苗加以活化 唤醒对某些病毒的防御能力 美国卫生单位目前已经授权 开放器官移植者或其他免疫力低下的人 可以接种第三剂疫苗 堪萨斯接种战外 不少民众前来询问 但筛选规定相当严格 除了特定癌症治疗中病患 或是两年内曾接受骨髓移植者 未经治疗的HIV患者等等 统计全美符合资格的人 不到总人口的3% 让许多民众抱着希望前来 却被通知不符合追加资格 至于打到追加剂的人 则放下心中的大石 如今拜登政府终于宣布实施 让更多需要的民众能得偿所望 在美国之前 已经有不少国家接种追加剂 塞尔维亚从本周开始第二剂打完 已经超过六个月的民众 都可以进行追加 因为当地的Delta病毒 正让疫情卷土重来 但世界卫生组织 对补打疫苗持反对意见 认为目前追加剂的佐证数据 还不够充分 而且现阶段能开打第三剂的 都是先进国家 只会加深疫苗分配不均问题 但美国总统拜登有信心 疫苗量能满足美国的强化剂需求 同时帮助其他国家提升接种 因应Delta病毒或是未来更多变异产生 疫苗追加剂成为趋势 人类对抗新冠病毒 进入延长战中 TVBS新闻综合报道